苗栗有名身障妇人 她骑车遭到机车撞倒 而这位身障妇人的儿子 就把监视器po上网 控诉对方赵陶 还要大家帮忙找出赵氏者 而我们的记者也实际追踪了 找到这位赵氏妇人 但妇人出示了监视器 后半段的画面证明 她明明就有过去 关心对方的伤势 是这位身障妇人说没事 她才离开的 穿着黄色上衣的女骑士 停在巷子口准备回转 一起出去 却和一台身障者的机车 一面撞上 连人带车重摔在地 两个人一时间都倒地不起 身障妇人因为行动不方便 躺在地上久久无法起身 现场经过的车子三台 直接开走 机车来来往往至少六台 有人直接骑走 有人停下来观看 一直到一台白色轿车开了过来 驾驶下车帮忙 后来我妈一直拜托 都哭出来拜托人家 人家还勉强把她满口气 身障妇人的儿子将监视器画面 PO网控诉对方庄道人 没有伸出援手 也没有留下联络方式 导致母亲脑出血 住进家户病房 记者追踪 找到庄人的妇人 她出面澄清 绝对没有招逃 还出示监视器的后半段 证明身障妇人 还比她早 站起来 她跟她看一下说 还看有没有怎么样 警车救护都有过来 她说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这样子 然后后来她摸了 都自己花了 是想要急于群凶 然后我那个YouTube那边 她没办法让我上传 超过15分的影片 夫人表示 当时还有关心 询问对方的伤势 但身上夫人表示 没事才离开的 真的不知道 她后来这么严重 也表示会负起全责 看看监视器的后半段 两人的确交谈了 一阵子才离开 但身上夫人的儿子 却只PO出前半段的画面 也让夫人觉得相当委屈 中文宣彭志明苗栗 采访不到